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就是一个很无赖 就是很无赖 我以为是很无赖的一个概念 那这种无赖概念呢 其实就是人 如果说个体人来讲 就是很单纯的自私 自以为是 以自我为中心 他会把自己 他只会看到自己的优势 他从来不去了解别人对他的看法 一开始并不是不知道 当时间长了之后 他又觉得反正也就这样 你不过如此 所以 而今天的人呢 大多都活在利益上 就说没有 我还是这话 他没有生命的另外品质的认识 难为他都没有 你怎么讲也讲 讲不通的 就像有人听我节目 你讲的什么 跟那有什么关系 你吃饱了撑的 你讲的 这个就不好办这个 对吧 这个不好办 所以我们讲 其实在我节目中讲的很多是 其中的生命的味道 你去品那个味道 你会有着非常共通的道理 甭管这人有钱没钱 就像我跟大家解释是 认识那么个人 那是真正中宫的红二代 那是红二代 只能叫红二代了 那爹是当大官的 他到赌场 天天去赌场 那钱都是他爹从北京弄过来 北京人 北京的 说走了嘴了 北京的 说 涛哥你知道吗 我拿那个一千块钱 两千块钱那骰子 两千美金的 因为赌场 这地方赌场 他都有限制 下注都有限制的 不是007里头说那500万 200万的 那都是演电影 他这边是有限制的 25美金或者30美金 你都可以进了VIP 所以他是游戏 他不是 他用钱当成游戏 他不是我们通常说的那概念 中国人 东方人 中国的 越南的 韩国的 有些赌徒 中国人进去去 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品质 要对自己的一生要负责任 所以他下注的时候 老想一下 连房在地带老婆带孩子 他就都有了 他都是这 很多人是这心态 那这爷们就是那样 他说 涛哥你知道他什么都有吗 我拿1000块钱 2000块钱 骰子 往前推的时候 哎呀 我那感觉 我说你瞎扯 我兜里有20块钱 你让我推18块钱的骰子 我推的时候比你还激动呢 对不对 我已经拿出18块钱了 我90%都拿出来 我跟你说 你要不给我挣出 我说十万八十万的 我说 就这么点事儿嘛 所以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眼睛里不会去care别人 他说你们都是傻瓜 兜里装3块钱 5块钱 拿了250块钱 就觉得你进赌场 进赌场 你知道那一碗 那个叫什么 单单面卖多少钱吗 那比他有卖单单面 35美金 这不骗人 都是骗人的东西 那当然我个人都是 因为那时候讨生活 打工才碰到这些故事 听到这些故事 我个人觉得也蛮有趣的 也蛮不容易 蛮有趣的 我觉得道理是一样的 我刚才讲的那小伙子故事 朋友可能觉得 说跟这节目有什么关系 今天中共的人是一样的 所以外人看待他 正常人看待他 你就看不懂了 他习近平跟那赌徒一样 完全一样 他就觉得 你们都是傻瓜 你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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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一大嘴巴抽了 他就没事了 他真的 就像我上期节目的时候 不是猪头 他是猪肉皮 猪皮 猪皮 猪头那有猪头肉 你现在也是个好东西 猪皮还得带毛的 才能熬出那个 熬出猪皮凍好吃 不带毛刮太秃了 北京老北京人 说你把猪毛刮太秃了 没啥意思 说吃那猪头肉 猪头肉得拿那个猪鼻子眼 拿那火同条通 里头全是猪毛 通通通通通完之后 那猪头肉切的 带点猪毛 觉得他是猪头肉 不带猪毛 说得太干净 觉得没意思 那你说 人家北京人不是太糟 他是北京人 不是 他 那是民间的一种做法 就像 他习近平吃那炒肝 对吧 二两包子 大家骂他包子 二两包子一碗炒肝 那个是穷人的吃 炒肝原来就是 那个骆驼翔子里 那翔子吃的东西 为什么用猪肝猪肠的 那个根打蒜 就是太低 都是扔的东西 那打点卤 当汤喝 外头那些拉脚的人吃 抗大个人吃 抓一大把蒜 为什么得弄蒜泥 消毒 怕你拉肚子 这是北京的 北京的真正人家吃的东西 但是呢 反过来 反过来咱这么讲 就是说 它会促成相当自私的场面 今天与中共相关的人 就是这个 所以会把老外都给整苦了 把川普也整苦了 把老外整苦了 所以我以为今天的川普 他出现的问题就是说 跟中共分裂 现在的状况 他跟中共决裂 是一个绝妙的时候 因为他曾经想 即使想跟中共决裂 有了他太多的负担 中美贸易之间的关系 就是一连串的关系 对吧 旅游贸易经济往来 主要是钱 现在没这问题了 现在门都关了 连自个家门都出不去 门全关了 想开开不开 那这个 各个航空公司 全都很多公司都倒闭了 我今天听着 三家美国大的零售企业 全倒闭了 那个东西蛮漂亮 我个人觉得 那个东西蛮不错的 但是以现代 它都是带有个性的东西 但是以现代的概念 它就全都消失了 消失的原因就是 因为它已经无法抵御 目前这种生活模式 就像这杯子 这杯子 其实它我个人觉得做的蛮好看的 它已经 就今天宣布关闭了 在全美国有700多家分店 这就是时代的变迁 所以在时代的变迁里头 习近平拒绝在有关中共肺炎的问题上 欺骗了全世界 从而造成全世界各个都关了门了 那关门的结果是什么 摧毁掉习近平的一带一路 摧毁掉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在WHO讲话的时候 他还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这回是一个命运了 但是所有人把它推出去 那对于今天的川普而言 在大选上出现 大选这个选情上出现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它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 表现出对中共体制最超前的一份决裂 是拯救川普选情 在民调中落后的一个 唯一的办法 唯一的办法 所以我跟大家解释 就是说川普可能会出现 跟中共国完全决裂 完全切断的场面 其实昨天节目中已经谈了 这是川普昨天夜里 发了一个推 他直接骂 直接骂他了 这个推文是这个 直接骂他了 就是中共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stupid 就是一个垃圾 stupid 你这个人 就是个垃圾 然后他就讲述了整个 这个疫情大爆发给世界带来的痛苦 等等等等 在骂他了 写的蛮长的 那然后 这是昨天夜里 昨天夜里写的 那然后就 这篇文章是在这个基础上 跟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 就是关系到 有关选情的问题 川普在推特上 直接骂赵立坚 你就是个stupid 你是个愚蠢的人 你想释出转移全世界 转移中共国在全世界蔓延的痛苦 跟屠杀的这种肩负的责任 对美国跟欧洲的 这种虚假的宣传的攻势 你本身就是一种耻辱 而这个东西呢 是来自于中共国的高层 那本来可以轻易的阻止疫情 但他不做 这里指着中共国的高层 我以为是讲习近平 因为在此之前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这是他很少有的 直接了当冲着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去说法了 就显得很特别了 而中共国正在进行一场 大规模的虚假的宣传 因为他们太想让拜登 赢得总统选举 这样中方就可以像过去十几年一样 继续剥削中国 你看 这是他选情的需要 我们在昨天节目中已经跟大家解释了 所以他要竭尽全力 去打击中共 是今天 也就是说他尽他最大可能去切断跟中共国之间的关系 是他能够在11月份大选中获胜的唯一的一种 一种现在他可以做到的 手里他自己可以把握的一种方法 一种方法 拜登同样在表现出对中共的不满 但他明显的是技巧 所以没有人相信他真正的不满 那是政治技巧 那川普就得表现出生命的诚实 这中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因为就目前美国社会做出的民调 66%以上的美国人 对中共国恨之入骨 20号川普曾经透过推特痛骂中共国 而中共有个疯的刚刚发表声明 说为病毒怪东怪西的 就是不怪他自己 这就我们昨天跟大家说了 我认为这里讲疯的是指川普 对不起是指习近平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赵立坚 现在疫情拨走了数十万人 跟这个笨蛋 请跟这个笨蛋解释 造成全世界大屠杀的是中共国的无能 没有其他原因 所以这是一种 他直接把它称为叫大屠杀 所以我们昨天讲了这段 在昨天赵立坚的新闻发布会上 问到有关川普的 给19号夜里给谭德赛的公开信 以及中共如何看待加拿大欧盟 俄罗斯这个相应的反应 他说国际社会对美方这种歪曲事实 自相矛盾 嫁祸于人 甩锅推责 破坏国际抗议合作的行情 普遍不认同 与其说中共外交部是说给老外的 不如说是说给国人 这是我跟大家解释 这是川普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他不是人 他就是垃圾 他就这样 他就吃准了一点 反正你也拿我没招 我就这个了 反正我已经就这个了 你怎么着吧 所以赵立坚 华春宁跟这个耿爽 跟习近平的概念是一致的 完全一致的 我就这个了 这里面可能有一个人略有不同 就是叫什么崔天海 崔什么海 我老不记住人名 就是中共国驻美国的大使 在相比之下 他的言论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你可以很显然 很显然跟美国这么大的冲突 跟美国每次的新闻节目 都会谈到美国的时候 你却听不到美国大使 中共国驻美国大使的崔天海 更多的言论 所以崔天海恐怕是 可能是他外交部的异类 所谓的异类就是说 他不能完美的去按照习近平 那种高级动物的做法 就像赵立坚是这种胡来 完全彻底的胡来 崔天海差一点 你能够感觉出来 应该因为跟美国冲突 现在是最大的 是他崔天海 为未来上位登基 就是拿下外交部部长的 因为他下一步就应该是外交部部长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拿下外交部部长的这个官位 但他的表现呢 但他没表现 美方这封信罗列那些叫 扭乌中共方已经澄清并驳斥多次 世人的眼睛是血亮的 这方信的可信动到底有多少 国际社会自由公论 我觉得蛮滑稽的 就是说滑稽就在于 在第二天完全 19号 世界卫生组织所有成员国 都通过了要进行独立调查 那包括习近平自己也同意 进行独立调查 那他就把这片绕过去了 对不对 他的发言就是说 那调查 别光调查我中国 你也得调查美国 所以他是充分展现了一个 无赖本身的品质 面对川普的直截了大的指责 今天应该是刚才赵立坚 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 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说中央发言人 川普说赵立坚是 愚蠢的 然后他说 我是用事实说话 这刚刚说的 面对川普的指责 赵立坚讲 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世人看得清楚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个什么东西 赵立坚被问到 有关川普的问题 说你有何回应 赵立坚 抗击疫情过程中 中国政治始终本着 公开透明负责人态度 我们坚持用事实说话 摆的是事实 讲的是道理 谁全力以赴 维护人民生命健康 尽其所能 尽其所能推动国际抗疫合作 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世人看得清楚 还是要给川普气疯了才说的 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北京人说的 我跟你讲不能跟这些人说话 就不能有来往 北京的话拿菜刀剁了它就完了 还真的是拿菜刀剁了它就完了 你还去听他讲话 但是这就是现在是社会的环境 这制度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叫天灭中共 因为今天人的环境 已经把人给束缚了 人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去修正中共的邪恶 没有人 我觉得这话说 人没有能力去修正中共的邪恶 你今天全世界开仗 你去打美 打中共国 不可能 对吧 这个你让我说 我也觉得不可能 战争是已经无法解决 当如果不是战争的话 那好咯 另外一个办法 就是美国欧洲 你就冻结他个人资产 因为这些人是最利益 最自私 他们只活在肉上 所以你一定要让他肉去痛苦 那现在的正常社会呢 又不允许这么做 他就是说 他就是一码射一码 他不像中共国那么胡来 所以做人的道德规范 已经严重的阻碍了 对中共国的惩罚 在人的层面 严重的阻碍了 对中共国的惩罚 他就这个了 那你怎么办 所以这同样是人的 我以为同样是人的无奈 是人的社会的无奈 那你让我说 这也是神出手的根本原因所在 真的 相信神出手的根本原因所在 那人说 那如果神出手 神不用干 不是 人必须表态 人必须表态 这个道理就像 我跟大家解释过 这个逾越节似的 对吧 逾越节 那是犹太人 那是耶和华 去杀掉埃及人的投胎 胎生投胎 但是呢 耶和华却借住摩西的嘴 告诉所有犹太人 你家里有几个人 你就杀几只羊羔 用羊羔的血把门框 门楣涂上 你们就没事 你们还要躲在屋里头 所以 所以 一句话两个 他对他的子民 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你们要杀掉你们自己的家里的东西 舍弃你们自己的财产 你们还要躲在屋里 那至于神要对 耶和华要对埃及人做什么 告诉你们 但是呢 你记住 不能因为神惩罚埃及人 而犹太人却可以随意的 不去聆听神的教训 所以这是俩后的 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个 不能够因为这个而是那个 两回事的分开 分开 所以我说 在今天天灭中共的过程中 人必须动 人的表态 你的表态的过程 是你回归自己 善良的过程 回归自己生命本来的过程 所以这不是一个因为所以的问题 因为所以是人的诡辩论 赵立坚他们用的方法就是因为所以 胡盖你怎么着 你怎么着 在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